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但是有件事情我要问问你 您说 以父亲去世之前 其实将冷市的一半股份和大部分资金都放入别墅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股份 资金 我不知道 冷市集团的股份分配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是七大元老所持有的股份 还有一部分股份是冷市集团历届总裁所持有的股份 但这两个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比例 还有一大半是在你父亲手里 为什么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你不知道很正常 这件事情只有我跟几个元老知道 我不知道父亲留了这么多东西给我 你不知道去向吗 当然不知道 没事 你不知道也没事 看来这些东西还在 全力就要相互制衡 而心怀不轨的人就要偷掉 我不知道父亲留了这么多东西给我 你不知道去向吗 当然不知道 没事 你不知道也没事 看来这些东西还在 老爹 你打听这个是干嘛 没什么 没什么 我就是确定一下还在不在 如果冷市集团遇到危机还能帮一下 放心吧 老爹 冷市有我在 就永远不会出事 老爹相信你 老爹 你老了 好孩子啊 你长大了 是啊 我也不是以前那个热人摆布的冷笑天了 希望有些人可以趁早收手 冷帅 我们该回去开会了 冷帅 我们该回去开会了 好 老爹 我们就先走了 这就要走了 不多坐一会儿了 不用了 老爹 等我凯旋跪来再找你喝茶 看来他已经知道一些事情了 冷帅 老爹去世之前除了交给您股份之外 应该还有其他东西吧 仅仅只有股份之外 不知养父为何非要得到他 为了操控冷市集团 父亲曾经说过 此人如果丢掉野心 也许是一名干将 可惜了 冷培现在实力不可小觑 长老们都是他的情形 我当然知道 所以我让他来参加我的婚礼 这狐狸尾巴自然会露出来 冷帅真是厉害 想来一个瓮中捉鳖 就看他到时候进不进这个圈套了 冷培以为和王室联合就能扳倒冷市 就是要培养他的野心 然后彻底击碎他 就看他到时候进不进这个圈套了 可是王室那边还在蠢蠢欲动 我们的人不知道顶不顶得住 冷培以为和王室联合就能扳倒冷市 异想天开 冷帅这些年受苦 就是为了今天 你猜到了 因为你不会突然间卸任 而待你离开的时候冷赔独烂大全 冷是人心惶惶 就是要培养他的野心 然后彻底击碎他 冷帅 您真的成长了很多 我父亲去世前就告诉我 全力就要相互制衡 而心怀不轨的人 就要除掉他 您要怎么解决冷了 他虽然对我有培育之恩 但都是为了一己私利 希望这次见面他能够收手 您去见他是为了 如果他及时收手 待我打败王室之后 他还是我的养父 还是冷市集团的元老 如果他不收手 就别怪我不客气 是 冷钢定协助您得上所愿 好 走吧 只有一个伴娘 我能不能当你的伴娘 白总要当我伴娘 白总 没事的江小姐 听说你后天就要举办婚礼了 白总也知道这事啊 江南城第一美女的婚礼 还有谁不知道的 让白总见笑了 我丈夫能不能给我办一个婚礼 还不一定呢 我觉得你的丈夫 一定会给你办一个 轰轰烈烈的婚礼 我倒没有抱太大的期望 只要能办一个 勉强说得过去的婚礼 我就很开心了 对了 嗯 伴娘 你选了几个呀 就一个 是我的闺蜜讲师师 是我的伴娘 这江南城第一美女的婚礼 只有一个伴娘 那怎么能行呢 就是一个流程而已嘛 嗯 不知道 我能不能当你的伴娘 白总要当我伴娘 这能当江南城第一美女的伴娘 那是多么荣幸的 白总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呀 白总 你要当我伴娘 是啊 不知道 我有没有这个荣幸 当然有了 可是你是新兴集团的总经理 你每天日里吧 你记得 我可不好意思让你当我伴娘 后天是周末呀 我不用上班的 嗯 可是 没有那么多可事了 哎 你知道吗 这能当江南城第一美女的伴娘 哎呦 那是多么荣幸的 而且 我还想在你这儿 沾沾光呢 能让你当我伴娘 我真的是太受宠若惊了 哎呀 好了不说了 我们呢 现在就去跳远婚纱 哎 对了 把你的闺蜜也叫上 可是现在是上班时间 上什么班呀 哎 你后天就要结婚了 这结婚 可是人生的同等大事 一辈子只有这一次啊 赶紧走吧 其实真的不用 白总 婚纱的钱 可是公司帮你戳哦 哎 白总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呀 哎呀 因为你是公司的员工啊 只是因为这个吗 哎呀 好了好了 别说那么多了 如果我们再不去 婚纱的店就要关门了 走了 我要是耍你 要杀要保 随便你 你怎么好了 回来了 来 喝水 渴死我了 你都不知道啊 那个白总 今天非要陪着我去选婚纱 我们跑了好几家婚纱店 真的累死了 哦 辛苦了辛苦了 哎 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呀 我 对啊 为什么呀 你演的太假了 是吗 我问你啊 你是不是跟你那个战友说 让特意关照我 所以白总才陪我去选婚纱的 有吗 没有吗 我跟你说啊 我知道你那个战友有钱 但咱总不能老亏欠人家 知道吗 嗯 知道了 明天我就跟他打个电话 让他收敛一点 这也差不多 后天我们就要结婚了 我婚纱都选好了 你准备好了吗 我当然准备好了 后天啊 保证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那我可期待上了啊 你要是敢耍我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哎呀 我要是耍你 要杀要广 随便你 贫嘴 老帅 我们该出手了吧 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上 不给一点点落叨 怎么让弄出狐狸的理由呢